再來我們要介紹天線的凹折結構 有些天線呢它比較長 它本身在底部這個部位啊 它會有做一個可以伸縮的凹折的部位 像這隻是530 100公分的天線 它底部就有做 那拉開 它就可以這樣子讓天線快速的傾倒 不過呢這個設計它是靠彈簧的方式去拉 所以有些時候會產生一個問題 說這個彈簧可能我們用久了 它彈性疲乏 那導致說我開車速度比較快 風一吹就倒下去了 所以說一般來講這個結構呢 我們一般比較不建議 消費者長時間或常常去拔它 常常去拔它 拔久那個彈簧就會鬆掉 導致天天自己開車開車就倒下去了 這樣子也很危險 所以說呢 如果你需要長時間的去拔著這個 欸我常常會有這個需求 欸我可能會去撞到東西 那可是我又不想遷就於天線 太短的天線 我又不想遷就 那其實廠商有做另外一種結構的天線 你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一種是 它在這個地方呢 它會多做一個鎖的方式 螺亞的方式鎖緊 我們可以把它打開 好轉開之後 這個地方可以直接拉開 可以直接凹著 可以看到嗎 那不用說我們就把它推回去 把這段鎖起來 這樣子因為它是用螺亞鎖附的方式 它就不容易會有因為彈簧鬆脫 導致天線傾倒的問題發生 當然這個功能非常的少用到 那一般我們都是給一些吉普車 越野車上可能會比較有這個需求 才會去推進它這種天線 不過如果你也有這個需求 那你又不想要花錢去裝電動升降天線做 怕它有時候會故障 還是靠手靠能力比較不會有故障的問題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種所複製的天線 它在凹折的結構上是靠這種固定的方式 不用了就把它鎖回去 就不會有像這種彈性疲乏的問題發生 另外一種比較常見的就是這種款式 比較常的電線大部分都會有做 可以直接凹折 看到 那以上這個凹折的方式 簡單的介紹給大家 作為挑選的依據 謝謝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